阿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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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不會浸這個籠子 不過有時候休息的時候呢 還是會趴在裡面 那邦尼有改變一下我們家裡的格局 邦尼把我們的飼料盆呢 換到了這個地方 那它原本是放在這邊的 不過聽說 不要把飼料跟貓沙盆放太近 然後邦尼就把它擺在這裡 擺在這個位置的好處呢就是 這裡有一點墊高 那聽說墊高一點給貓咪吃飯 對它的腳會比較好 再來就是呢幫你買了這個坦坦 有時候呢阿布會躺在這個坦坦上面休息 阿布會幫我來躺 來 他每次都坦坦上面之後 腳腳就會一直踩 一直踏踏 真的很可愛 很舒服對不對 喜歡這個坦坦嗎 看來你是非常的喜歡 唉唷 你也躺得太爽了吧 嘟嘟還吵出來 你的嘟嘟都被看光光了 這麼靠近幹嘛 好像一隻小肉球 他在這裡看他的嘟嘟 阿布啊 你真的該撿誰了 你看你這嘟嘟 欸 還踢我的手 這是誰的大嘟嘟啊 嘰嘰嘰嘰嘰嘰嘰 嘰嘰嘰嘰嘰嘰 很舒服齁 欸 你又推我鏡頭幹嘛 不可以 燒養式攻擊 攻擊 攻擊阿布 攻擊腹部 攻擊嘟嘟 攻擊下巴 攻擊小耳朵 阿布 阿布醒醒 欸 起床啊 誰是餐睡鬼啊 媽媽每次早上在睡覺的時候 都不讓我睡 自己睡得這麼開心 自從呢 巴尼養了阿布之後啊 每一天早上都非常的早起 阿布呢 會在很早的時候 一直在房門外喵喵喵喵的叫 一直叫巴尼跟雪豬起床 那因為呢 雪豬每天都要工作 所以 巴尼呢 都會很早起 睡在沙發上 陪我們的阿布 不然呢 她是不會善巴敢修的 她就會一直在我的門外一直叫 雪豬呢 就會被吵醒 不過這樣子也好啦 規律生活 現在巴尼基本上都是 差不多下午一兩點起床 然後晚上三四點睡覺 阿布 你是阿布鬧鐘嗎 每天自動來敲門欸 不讓人睡覺的欸 都要這麼早起就對了哈 說 巴尼媽媽 不要再睡了 已經下午了 要吃罐罐了 阿布餓了嗎 走 我們去吃吃飯 阿布一餐呢 不會吃很多 所以 巴尼都不會放太多給他 早餐的時候呢 阿布已經吃過一次了 可是看他好像還是很餓的樣子 所以 巴尼再多放一些食料給阿布好了 阿布 吃吃飯啦 吃吃飯啦 吃 你吃 沒事 你吃 好吃嗎阿布 早上才吃過一次欸 多吃一點 把它全部吃完 巴尼有問寵物店的老闆啊 飼料大家可以放多久 他們是說 如果超過半天的話就不要了 所以 巴尼才會決定說 不要固定時間位 等他餓的時候 或是 早上跟晚上 各放一點飼料 等沒了就繼續放一點 這樣才不會浪費飼料 阿布今天胃口比較好欸 想當初阿布第一天來的時候 都不吃飯 放了一整晚 才沒吃幾口 今天怎麼胃口這麼好啊 飼料整個都快被吃光了 阿布今天已經好餓了 你怎麼餓成這樣啊 早上不是還吃過嗎 來 吃香一點 把它吃光好了 然後我們等晚一點再吃齁 貓咪是不是都不太愛喝水啊 其實 阿布喝水的情況呢 也是蠻糟糕的 基本上 水壺也沒裝多少 阿布總是都不會把它喝完 這樣的喝水狀況好像真的不太行欸 那另外呢 有聽說 貓咪大概一天兩天 就要吃一次絲食 就是罐罐 罐罐加水 然後給貓咪吃 所以巴尼最近有買罐罐給我們的阿布吃 阿布也吃得很開心 之後呢 應該也會持續就是 兩天給他吃一次罐罐 這樣子的話才可以補充水分 唉唷 不吃了欸 吃飽了嗎 吃飽啦 這個鯊魚呢 是邦尼最近買給阿布的小窩 這個很可愛 而且又很溫暖 裡面還有這個墊墊 這個墊墊感覺就超好摸的欸 夏天的時候直接不放墊墊 它下面有一個小墊子 就是涼涼的 冬天夏天都可以用 你想進去嗎 來 躺下好不好 你要給大家看你的屁屁啊 不害羞啊 這是誰的小窩 好像是阿布的 你要再踏踏了 你怎麼那麼喜歡踏踏 這麼快就要出來了嗎 才踏這麼一下下呢 阿布終於躺進我們的鯊魚小窩了 貓咪不是最喜歡這一種嗎 這是有一種躲進去的感覺 可能這個開口可以再小一點 它可能才會更有安心的感覺 讓阿布有感覺到沒有被人家看著的感覺 它可能會更自在 這個小窩真的還蠻喜歡阿布的 因為呢阿布是灰色的 然後鯊魚也是灰色的 整個就超和諧的欸 平常呢阿布都待在這個裡面 然後陪幫你看電視 趁阿布睡覺的時候啊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一台呢 是雪兔買給阿布的吸塵機 那因為阿布太會掉毛了 所以幫你呢 每天早上跟晚上都會各吸一次地 大家可以看到它後面 已經有積了一些貓毛在後面了 我們現在呢 就來趁這一點時間 來吸一下我們的地吧 我們已經把這裡都打掃完了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把我們吸在這裡的毛 全部拿去倒掉 先把這個拆掉 把那個前面的拆掉就很輕鬆了 再按著這個地方 然後轉一下 我們拿去裡面清理一下吧 你看到家裡灰塵真的還蠻多的 還有這裡全部都是毛 超多毛的 欸毛全部都要戒掉 還好邦尼不會對灰塵過敏 感覺應該要買個什麼刷子 來把它刷一刷才對 再來呢 要跟大家介紹邦尼一定會買的 露包棒 總共買了兩種 一種是羽毛的 這個羽毛的呢 其實阿布好像沒有很喜歡 他比較喜歡這個 老鼠的 這是阿布 這是誰的 追追阿布追 阿布 阿布 欸欸 別抓住了 阿布每次看到這都很瘋狂 我們每天呢都要帶阿布挑戰新的高度 今天阿布你可以跳多高呢 唉唷 跳很高喔 欸欸欸被抓到了被抓到了 啊不行喔 救救老鼠 阿布助手 唉唷 唉唷 故作鎮定 唉唷 唉唷 怎麼老鼠這麼容易被抓住 看阿布越來越走 幫你動他的節奏了 可惡 怎麼會一直被抓住咧 唉唷 唉唷 剛剛阿布跳起來了 唉唷 跳很高喔 挑戰紀錄 唉唷 很好 每天就是要這樣子 阿布撿誰 快點 快點快點快點 來 好暈好暈 再來我們換第二根阿 這一根呢 他就沒有玩得那麼瘋狂喔 但是他一開始還是會玩 可是他之後就不理這一根了 我覺得他是有點害怕阿 因為其實這根我也覺得他長得有點可怕 阿布 你看這一根他的反應就沒那麼大 重點是這一根一百多塊 然後剛剛那根老鼠才四十幾塊 貓咪呢在乎的不是價錢 他在乎你有沒有陪他玩 你有陪貓咪玩他就很開心了 所以真的不用買到多好的動貓板 對阿布 有你就很開心了齁 你是不是根本都在咬他不是抓他對吧阿布 不可以咬他 怎麼樣不玩了嗎 果然你看 老鼠呢 比較能拿到他的運動效果 他會跳起來抓這隻老鼠 再來呢 邦尼上次去日本的時候 有買了一個這個 好像是六種造型吧 這邊三種 然後這裡三種 那邦尼抽到的呢 是第一隻貓咪的這個頭套 來啦 我們來給阿布帶這看吧 阿布 終於帶好了 阿布真的一直動超難帶的 可是我覺得貓咪其實不是很喜歡帶這種東西啊 所以偶爾帶就好了 看阿布一臉 生母無可戀 阿布你不喜歡嗎 可是蠻可愛的阿布 好啦 沒事啦 戴一下頭套而已 幹嘛這樣子 阿布 阿布贊助點阿布 你想剝掉嗎 還是你喜歡 我想他應該是 對這個頭套應該是沒什麼意見啊 不過 平常應該也不會給他帶 不然總覺得他好像失去動力一樣 甚至是說遮住耳朵阿 或遮住頭頭 媽咪就不動阿 他果然好像不是喜歡這個頭套的 他覺得不自在 好啦拿掉吧 還是這樣好 最後再幫你買個項圈好了 最後呢 巴尼還有幫我們的阿布點這個 找不到 找不到呢 一直以來都是蠻受大眾喜愛的牌子啊 然後 這個也還蠻貴的 三劑就要六百塊 巴尼已經幫阿布用了一劑了 然後一個月只要用一次就可以了 他總共有三劑 他是滴在貓咪的脖子後面這邊 然後讓他防止他去舔啊 或者是他吃到 好啦那我們這集呢 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巴尼呢 請訂閱巴尼的頻道 跟隨巴尼的動態 如果喜歡這些呢 記得幫我下角按讚 讓我知道你們喜歡這個系列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 阿布來 貓貓 嗯 這是這麼牛的貓呢 說摸摸就摸摸 嗯 咦 這麼快就要走啦